今天买了半只羊 烤羊肉串最好的部位是羊尖 羊尖肉 尖部的肉 肥瘦相尖比较好一些 羊腿肉也可以 但是如果光是羊腿肉的话就不好吃 应该串插着相尖着有一些肥肉 这样烤出来的会香的 有些人说需要调料腌制一下 通常不用 新鲜的羊肉是不用腌制的 直接切块 穿签子 烤着吃 很香 通常腌制的肉 一般来说是不新鲜了才腌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要腌制的话就用一些洋葱 还有其他一些调料 我们就不用了 今天买的是新鲜的羊 是美国西雅图的新鲜羊 切的大小呢 一两公分范围之内也不要太大 太大了烤不透 或者是料不足也不好吃 大小均匀一致 通常来说的话 30串烤肉 相当于一公斤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酌轻切大小了吧 穿的时候呢 就切的时候也在选择肥的瘦的都得油 这样烤出来的羊肉串 是好吃的 肥的也来一点 有的时候切的时候 这个是羊腰了 这个羊腰真贵 死贵 两块五 一个腰子 在澳大利亚 一公斤羊腰 三澳币 在这太贵了 我们买了四个羊子 腰子呢 通常来说不要剥得太干净 留一点肥的 但是呢 也不要太多 把过多的肥的剃掉 羊腰子好吃呀 在新疆是15块钱一个呀 穿的时候要注意 先来两三块瘦肉 中间加一块肥的 或者是你切肉的时候 本身就有一半肥的 一半瘦的内容就不用这样 内容就穿叉子 你把它割开 穿就行了 通常市场上的是五串 其中五块肉 中间有一块肥肉 两头是瘦的 家庭 我们自己家庭吃嘛 你可以多穿一点 就少用一些签子 只要炉子的宽度够了 就可以了 穿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签子 头儿比较尖 要拿稳 不要扎着手指头 熟练了以后就好了 穿的时候呢 尽量的横着纤维丝穿 穿刺 不要纵着穿 穿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了 签头留个一寸 好操作 不要挤得过紧 穿好了以后来 签头留个距离了以后来 往后拉 摆匀 不露铁签 这烤炉和铁签都是老高从新疆带来的 新疆买很便宜的 就是装到行李箱带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这个铁签呀 它必须打开看 在新疆机场看 到了北京机场还要打开看 因为这个铁签很麻烦 耐心的穿 通常来说的话一百串 穿一百串的话大概要两两个小时左右 连切带穿啊 所以这个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是一个耐心的货 为了家里的欢乐 耐心的穿吧 全家都开心 都指望着吃这个烤肉了 这个西雅图的羊肉贵的很好 比澳大利亚贵多了 这是干什么 继续穿 旁边摆一些肥的需要的时候穿 这是羊腰子呀 中间一破二 然后穿的时候放平 手压着 两根签子 烤腰子没有吃过的人 可是不知道它的香呀 烤腰子是真好吃的 点火 在后院里点火 要注意防火呀 防火安全 通常呢 老高喜欢在底煤炭的底下摆一些小树枝 小木板小木条之类的萤火 多摆一些 上面一层是煤球或者是木炭 点的时候呢 再加一些助燃剂 让它充分的烧 像现在这个炭就还没有烧透 还过早了一点 而且太火是太旺 容易把肉烤黑了 然后再撒纸 不太好操作 应该等到这个炭火烤透 表面一层灰白的时候是最好 所以现在火太旺了 这个撒调料的时候呢 离火太近 这个小炉子也是从新疆带来的 撒调料的时候呢 通常呢 先烤一面 翻过来 烤一会儿了以后翻过来 然后呢 先撒盐 再撒孜然 快熟的时候 再撒辣椒粉 孜然很讲究的 孜然 最好是原力 你自己把它研磨的 那是最好 最新鲜 最香的 在西雅图买的那个 孜然坟啊 有很多是假货 不好 最好是自己碾磨的最好 新疆的孜然是最好的 像现在这种碳 是燃烧的比较好的 火是最旺的时候 撒了调料了以后 两面可以翻一下 粘一下 我太忘了 烧黑了 孜然可以多撒一点 盐掌握适量的 不要多 太咸了不好吃 肥肉稍微多一点 孜然 适当的多一点 只要是新鲜的孜然的话 是很香的 火太大 今天弄的炭太多了 嗯 真是 把孜然粉 还有盐 辣椒粉 放在一个比较广口的小碗里 就好了 好拿呀 要不的话影响操作 快熟的时候撒一些辣椒粉 小孩吃的时候可以不用撒 孜然粉 你看看 打叉叉的这个是不要买 假货 把调料撒完了以后 就是盐 孜然 辣椒粉 按照这个程序来撒 然后剩下的就是不停的翻了 这是我们新疆的菜 凉拌菜叫皮辣红 也叫老虎菜 皮 皮牙子就是洋葱 辣椒 红西红柿 都切成条状 拌在一起 撒点盐 喜欢吃醋的就加点醋 哇好香 调好了以后 吃着烤肉 吃着馒头 再吃着凉拌菜 嗯 这是标准的新疆的 烤羊肉串的吃法 有些人喜欢喝啤酒 实际上吃烤肉喝啤酒不大好 这种烤肉法是正宗的新疆烤羊肉串的方法 自然可以适当的给点 你别太咸 嗯 茶里我们拿起来 你别太咸 哎呀 两种颜色就不一样 哇哦 这一把 这一把子是小孩吃的 所以就没有撒辣椒 这一把是大人吃的 嗯 嗯 辣子撒了以后就偏 偏红一点 嗯 辣味比较好 哇哦 小孩吃嘛 就不要放辣子了 哇哦 哇哦 给翻了啊 哇哦 杀料撒满了以后就不停的翻转 不停的翻 不要一面烤的时间不要太长 油滴到碳火上了以后 产生一些容易致癌的一些东西吧 不停的翻转 嗯 均匀 均匀的受热 让它熟了 均匀 熟透 有的人喜欢早早的出锅 这种吃法也好啊 有馕的话就把馕蘸的上头 我们这没有馕嘛 就把馒头切成片 蘸一蘸 蘸一点油 蘸一点烤肉串上的调料的味儿 啊 还是不错的 吃烤肉的时候 就着馒头吃 很香的 这是烤腰子了 烤腰子的配料也是一样 先撒盐 再撒孜然 孜然可以撒的多一些 然后是辣椒粉 因为这个腰子周围的油比较多 滴到炭火上 滴到炭火上就及时的把它拿开 不要让明火来烤它 移个胃 那边有明火移到这边来 烤的时间稍微的长一点 因为外面虽然烤焦了 中间你切开了以后 它还冒入血水 那有的人可能不大习惯 有的人喜欢吃那种带血水的 嫩嫩的 这烤腰子 你吃了烤肉再吃烤腰子 明显的不一样 烤腰子很嫩的 很香 吃的时候把两个签子中间拿刀切开 就着皮拉红尺 也叫老虎菜 味道就不一样了 吃完了以后再切个大西瓜 这是我们新疆的烤羊肉串的标准的吃法 谢谢大家收看 有需要请老高给你去烤肉的 没问题 好了